5月24日是聖母進教自由尖禮 李斌生主教在玫瑰聖母堂主持 為中國教會祈禱晚會 當晚先由澳門教區守木李斌生主教 帶領教友在聖體前念經祈禱 主教在港道中引用教宗方職國的教導指出 我們都是合一的教會中的肢體 我們就如同中途一樣在聖母馬里亞的大領下 以陪伴中國教友的心 合一團結地為他們祈禱 主教寄與我們要支持是中國的教友 祈求聖神堅強他們的信德 透過愛的音信向所有未信主的人作見證 帶給他們愛及希望 隨後 主教邀請教友一同重念蛇山聖母討聞 祈禱會最後由李主教以聖體降伏後結束